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個日Q博士的環節 又是我跟大家見面 世榮 大家都習慣 看慣這個節目的朋友都知道 在這個場次會介紹一個精選的場次 無論是一膽三腳或是穿雲都很重要 看看大家如何取決投注策略 通常都會找一些比較容易中的 希望大家可以用來參考一下 未講哪一場Q之前 看完很多場才叫博士 博士的意思不是學歷很高 而是盲了這麼多場的博學 還未訂閱的朋友記得按右手邊的四星龍珠 訂閱這個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立即帶大家用堅制賽馬APP 看看有什麼精選場次給大家 大家可以看看這個精選的場次 如何一膽三腳 包裝長勝一出就即贏了 再出贏不贏呢 加多8磅啞頂坡 不敢說 不過三甲或者頭兩名應該很穩陣 冷腳反而有 又看到上面有一隻專一 介紹給大家 用陳佳熙 今次終於跑回合路程 這些馬鹽夠分 好有殺傷力 看看沈雜成和葉楚行這些華倉五一Q 還有不要漏了蘇偉賢 布里如飛這隻馬其實都不是太差 見到之前好像跑谷草千二 沙田千四好像都不對 其實田草千二他反而跑得好 不順看同情 雖然上次輸九個馬位 但再之前試過跑第四 輸給街景復星 一點都不順 突然間有刺走三疊沒有遮擋 輸得遠很正常 今次五檔不會了吧 又不是很差的對手 對著八千絲紅中列馬 就說厲害 這場不會的 怕開大二Q嗎 不要緊 還有多多歡笑包在底 好了 介紹了這幾隻馬給大家 所以大家就要記得 每一膽可以用包裝長勝拖 孫文又可以 不過我覺得一膽三腳應該都夠了 連贏位置Q 博收兩條都可以 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 稍後會有更多精彩節目 大家記得訂閱這個世榮香港人唱馬頻道 按下顆水星豬就有了 稍後還有很多節目跟大家分享 大家千萬不要走開 拜拜